步道旁拉起黃色封鎖線 現場人員來來回回相當謹慎 因為躺在地上的女子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柏油路上還有明顯血跡 許多來運動的民眾看到現場 實在是嚇壞了 十一號凌晨 基隆警方接獲報案 在大五輪炮台半山腰的邊坡 有人倒臥草叢疑似墜骨 警方抵達時 女子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身上還有多數刀傷 確認身分是年約四五十歲的 泰國籍女移工 現場還有另外三名泰籍人士 其中一名疑似是女移工的男友 人在新竹的她 在死者生前有接到求救電話 但因為語言不同 只好透過花蓮的朋友協助報案 在驅車前往基隆 現場血跡有十多公尺 還有拖鞋在旁 初步推測應該是先發生爭執打鬥 嫌犯才下手心胸 並就近將人推下鞭坡 警方目前重回現場 照尋相關物證並將相關人士 帶回警局協助釐清 希望能趕緊還原出 整起案件的前因後果 TVBS新聞 新聞流行回藍庭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